Hello 如是我聞 今天是7月24日 上一集居然很好迴響 是居然 因為我真是小想不到 真是佛 很多人不認識的 又沒興趣 還有你知道有你在 你是博士 我不是博士 對不起 很多博士都是亂來 香港的博士 你不是亂來的 上一集真是想不到反應這麼好 今天我們少了一個人 事官今天有事 事官不舒服 事官已經咳到很慘 他需要早點休息 早點睡覺 所以今天剩下譚博同學 我們就信眾要求 聽眾說想多聽一點 上個星期我們說了很少 我們只是做了佛祖的一生 很簡短的 不是一生 只是約一條點 就是 ABC三個點 第一個就是小時候又怎樣 第二個就是出家收到時候又怎樣 第三個就是臨死前 然後說些什麼 三批而已 中間其實跳到飛起 你如果拿回去 其實佛祖的東西 你看得到 看佛經裡面 其實大部份記載的東西 都僅限於他死前三個月 或者死前幾年 怎樣去傳教 每個傳教過程中說些什麼 就是這樣 最原始的記載 就是講阿吳經的記載 嗯 後來裡面都 末經末經 好像淨土五經 那樣 又講到神父奇記 又過千佛佛討 其實我告訴你 我懷疑現在是老作回來的 哦 其實太多神通的東西 其實是 據我所知 佛祖式監後來 其實是不喜歡神通的 不喜歡神通有得解的 這個可以解的 我們今天又講佛教官 這樣 不是全教 我們是講佛教官 四政官 也都有人要求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再講伊斯蘭教 以後再講伊斯蘭教 有機會 今天就不講 複雜 因為次官就會回到加拿大 就回到一個多月時間 一個多月時間裡面 我們見不到次官 很可憐 可能只剩下我和韓國兩個人 互相在那裡吹水 沒有人要揹四十五分鐘的內容 這樣 我們在想 不如這樣吧 我們兩個輪流選話題 那你就選擇你想選擇你的 今天你選了四政官 還沒講完 去到我那一集 就一定是講佛教 因為我走到那內 最方便 今天我們從哪裏開始講呢 上一集我們講人生難得 是呀 是呀 四政官排第一 是呀 不要講專業名詞 有些人會暈 人生難得 其實很簡單的理解就是 你看這間房 在現在我的房間裡 有三件人類 有三件貓 你覺得貓和動物的數量 即人度和畜生度都是按比例的 一樣 一比一 但是 你不要忘記 畜生度裡面還要包什麼 包細菌 包微生物 據我們所知 不算微生物的 只是說昆蟲類 不單是類別或者數量 都比我們人類多 是 所以 你想想 只是在我們現在在吹水的過程裡面 我們周邊的微生物呀 細菌呀 喂 還未算海洋生物 你想想 是以不知多少兆億計的 這個數量 我不要計 我們現在最最近是水災的 一水災浸河堤 河邊 你就發覺原來有幾百億的老鼠走出來 是呀 只是中國浸兩條河 只有幾百億的老鼠 全世界才只有75億人 是呀 那你想想 如果我的房子沒有打掃一排 可能都有75億的細菌 我都不是細菌 我都不是蟑螂 我都不是蟑螂 比你更大 哇 真的很恐怖 其實一棟大廈有成億隻蟑螂 是 真的 很變態 不僅變態 除房裡面隨著有幾百隻 一間屋裡除房幾百隻上千隻 想想 一棟大廈有幾百戶 但隨便三隻蟑螂彈都飆了一群 一隻蟑螂彈是三隻 是 前中後三隻 一次過生十幾隻蟑螂彈 是 那就幾十隻了 所以用這個數字去理解 你還有三個月生一次 等等 用數字去理解就很簡單 就是 怎樣是人生難得呢 如果你把人 跟著 動物 因為我們見到 先說我們見到的 人 動物 動物呢 只算貓、狗 豬、牛、羊、雞 鴨、鵝 老鼠、蟑螂 魚 那些不同的魚 都比人類多 細菌 只要是人 和畜生道 就已經發覺崩潰了 你還未算 你看不到鬼 臥鬼 地獄道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不相信 你不相信有地獄道 你不相信有餓鬼道 沒有問題 有一天 我們會說餓鬼道 和地獄道 我們現在只說 人和畜生道的比例 數目 是五成比例的 是很誇張的 人類的處理是 連百分之一都沒有 而畜生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很誇張 所以 為什麼 上一集我們有提到 在佛經裡面 釋迦牟尼佛 比喻 做到人的機會 有幾敏 超低 就是問到怎樣 就是問到 好像一隻盲的烏龜 海龜 在海裡面 五百年才飄上來一次 刮頭上去 刮頭上去 剛剛撞到木板的洞 對 然後又有一條木板 又在那裡飄 海龜在那裡 然後板在那裡 板上面有個洞 那洞 就跟海龜的洞 一樣大小 剛剛好 他五百年伸過頭上來一次 剛好伸上來那一刻 就穿過了那條木板 那個洞 接著卡住了 這個機會就做到人了 這個就是我們上一集說 只是說到人生難得而已 其實人生難得 被你得到了 應該怎樣呢 這個背後就多東西了 我們稍微補充一點 而且還有我們說的人生難得 只是在地球上面 嗯 我們地球本身來說 講得難聽一點 整個太陽系 現在找到那麼多行星 高級智慧生物 就只有地球才有 是 太陽系以外那些 現在掃了差不多 有幾千個類似太陽系的 那些叫行星 連同行星上面那些 行星是planet 嗯 發覺到現在找不到一個是 是 已經掃了幾百萬個 那些東西了 但找不到一個是 是 所以做人是很難的 做到人既然那麼難 那是不是就是及時行樂呢 是否有得玩就玩 玩盡一點 玩創一點 今早有酒今早聚 然後呢 就是 死了年輕 而離開了幾百萬個 你知道有些人是真的這樣說的 是 早點死 那條屍體就比較漂亮 那 那 在佛教的角度又不是這樣想 他是說 這個輪迴 上集都有提到 就是好像一個痛苦的輪子 是嗎 他還有一個形容的 叫火窄 是 所以你這間輪子著了火 那第一件事做什麼 你怕走路 你怕第一件事有那麼遠 走那麼遠 是吧 但有些人都不是火窄 是吧 是吧 往往我們覺得不是火窄 我們覺得不是啊 在焗梳娜而已 很舒服啊 是吧 是吧 還有覺得沒問題啊 轉頭就關掉了 這樣 不用走啊 這樣 一躺躺就什麼都沒有了 反正是吧 是吧 是吧 這間屋高了幾十年 我怎會捨得這間屋呢 就是這樣 其實佛教就覺得 喂 不是啊 因為你輪迴一定是痛苦的 輪迴是不會快樂的 為什麼不會快樂 因為 他的快樂永遠都是短暫 他的快樂永遠都是不幸久 他的快樂永遠都是未來痛苦的因 你現在越快樂 你將來沒有的時候 你就更加痛苦了 因為你在這個快樂的過程裡面 你會想繼續擁有 但是問題是這個萬事萬物的本質 它是不可能讓你繼續擁有的 因為無常了 我們有一個重點要說的 在今集就是無常 既然任何事都無時無刻在變的時候 任何事都不會Stay the same way 更加不會Stay as your expectation 即是你希望怎樣 它就偏偏不是怎樣的 那 很痛苦 因為 過去那短暫的快樂 我很開心 因為它短暫 因為我不是每天都快樂 而是讓我得到那一刻 我快樂了 但是轉頭就沒有了 那我就很不開心 那是你自己的識見 的觀不好 是的 但是 你的本質是這樣的 那也不一定 看你怎樣 你轉變不到這個輪迴 甚至你不信輪迴 你轉變不到今世 你可以調整自己的心理 去適應的 如果你反過來想 萬物都皆空 包括自己都是空 如果你想著人生不如意 蝕十之八九 孫中山這樣說 那你就沒事了 為什麼呢 反正十之八九都不如意 很不容易 很高興 高興就算了 這個也是很正確的態度 就是說你對於產生了好的畫面 好的對勁 即是當我們快樂就是撞彩 是的 即是你不要對他慘張執著 即是不要說 我現在拍拖 我很喜歡我的兒子 那我就要跟他天方地老 我要跟他一生一世 有這件事 有很多人相信你這件事 你不要看張愛玲小說 有的 在那裏放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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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齊 張愛玲十六本 還有那裏 海上花落 海上花開 Anyway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 如果你是可以不執著 你的痛苦是會少 因為你的痛苦來源自你的執著 你越執著 越想擁有 越想繼續保存 你得不到的時候 你就越痛苦 即是如果你進去看一部電影 如果你是沒有期望的話 那部電影可能會比較好看 是 但如果你是期望的 很好看 那一件事的機會就很高了 是 因為期望 引致失望 人生本來就是一場戲 是 那好了 那我們今集要講一下 其實要講死 是 人生裏面 有些什麼事情 是一定會發生的 就是死亡 就是死 所以你看西方的存在主義 人就是邁向死亡的存在 沒錯 存在主義 最出名的是這句 即是你什麼都確定不到 但有一件事一定是確定的 就是你一定死 一定死 對 沒有第二件事的了 為什麼一定死 你看看 有些小孩子一出來 沒有病沒有痛 嘩 就死了 所以既沒有腦 亦沒有病 一生 就跟著再死 所以死 你只要生出來 你一定有一個 永遠避不了的東西 就是死 是 是 不生不滅 不增不減 是的 有生就自然有死 是不是 你可能沒有老老病 沒有病 是的 老和病 都可能可以避免 但是死是一定避不到的 是的 外國有一個人說 人生裏面有兩樣東西避不到 一個是死 一個是交稅 交稅可能不交 是的 其實交稅都可能避到 但是死就一定避不到 你知道嗎 我在台灣差不多幾歲 是做到三十歲去中國事務做事 一時才可以交稅 為什麼呢 因為前面那時候我讀書 是 一路讀書 假設你沒有收入 你拿獎金 獎金就不用打稅 所以起碼我有三十年還沒有交稅 而且那些阿太太就不用交稅了 是的 因為 有人養 我看 回家沒有錢 老公 老公給你的 唔唔唔唔 對 然後老公是給你錄卡 這樣 不想交稅 我想說 聽眾 你們留言我不是不想回覆 但是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 輪不到 輪不到的留言 只是看到幾個 我們手機只看到十個八個留言 是很少 是完全見不完的 但我明明看到有二十五個留言 現在看不到 唯有繼續說 既然知道死是一定無可避免的 但是今時今日的人 跟我們講古代 先不要理會宗教 先撕開宗教 古代的人 你知道是秦始皇也好 曹操也好 漢武帝也好 誰都好 就是他在做什麼 最愚蠢的一件事 就是 追求不老先虐 即是不死 你看秦始皇 然後找到方氏隨福 就是帶了三千童男童女 不是五百童男童女嗎 三千 絕對三千 我不信我還給那段 什麼子皇什麼什麼 本紀給你看 三千童男童女 那幾隻大船 東道扶桑 結果一翠翠人都不見了 就求這個長生不露藥 這樣 那麼 結果求不到都是死 喂不止長子皇 你不要笑他 漢武帝也有份 沒錯 也有做這種事 很蠻蠢的 但是這兩個 秦皇武帝 應該是最厲害的 在中國歷史上 是 堅秋的皇帝 這兩個都這麼蠢 好了 好了 後來到那些人接受 死是無可避免的時候 那就浪費了一生人 去建一個寧墓 不是 他們是秦朝漢朝的 有一個特色 是是死如是生的 嗯 所以現在挖回那個 秦始皇林 現在就未挖 我們挖過有幾個漢朝 好像是茂林 就知道那些帝靈 你會發現裡面的布置 跟他生前的皇帝的宮殿一樣 他平常吃什麼都放在後面的櫃 是 古代的墳墓 是這樣的 他首先挖了一個地宮 地宮 然後就找木 那些叫做黃牆木 是很搭船的木 是 黃牆木 像羅雅方舟的大棺 外棺就叫做礦 內棺就叫做棺 內棺就擺一條絲 跟他生平喜歡的東西 外棺就擺到好像一個宮殿 有幾間房子 就是他的書房 就擺書房應該有的東西 就是煉丹房的煉丹房的東西 兵器房的兵器房的東西 炮房 反而沒有 不過有幾條絲 一個最喜歡的幾個妃嵌勒死他 是 遜葬 遜葬 一齊 所以挖了幾個靈 你看得到 他們是視死如視生 假設這個人死了 在皇泉之下都享受 要跟他生前一模一樣 是 我記得我看過一個Documentary 是漢 我忘記是漢文還是漢景帝 漢景帝 漢景帝 是 是 誇張得爆 裡面有河 有城 那些河是用水銀 水銀是秦子王的 不是 茂齡沒有用水銀布 有 茂齡用其他金屬的東西 裡面有河 上面是天 天就找到什麼東西 下面有河 但是弄完一輪之後 那些河其實是否享受到的呢 享受不到 因為試過掛出來 對那條絲也找不到 為什麼呢 原來這條絲呢 你要保存得好 要有很多 對的物理條件才行 首先 先不漏氣 第二 本身你埋下防腐劑的東西 你弄得好 是 如果你漏氣 防腐劑又不好 你挖出來 你只是看到一些紅色的豬沙 還有一些殘碎的碎骨 最典型就是穿金柳玉衣的中山正王 中山正王 以前古代迷信 就是穿金柳玉衣 什麼叫金柳呢 就是用金扇 就是把玉衣的薄片 有三千多片 串起來 迷信就是 如果穿金柳玉衣 屍體不符 結果挖出來的時候 全部爛掉了 什麼都沒有 連骨也沒有 我肯定了 為什麼呢 它原來埋在滿城的一個山上 挖了一個山 然後打一個洞進去 但是你知道山洞有什麼不好呢 它經常下雨會滲地下水 裡面很潛伸 沒有想過這些東西 是啊 於是挖出來的時候 金柳玉衣就散了 金柳玉衣包括屍體 連骨也沒有 你大不大鑊 很脆 很脆 非常脆 很脆 小骨也會吃骨 他們真的沒有管埃及人 那種物理防腐的知識 但是你會發現 埃及人也是這樣的 但是埃及是乾屍 埃及是怎樣去挖屍體 他把屍體挖在屍體裡 不是 他是這樣玩的 首先 就把死了的法老王 先用鹽醃 醃 好像我們說的鹽鹽 然後醃完之後 吸乾了水分 然後就劏肚 因為內臟也沒有水 劏肚出來 就把內臟分成四個瓶 A B C 那不是說入瓶 內臟入瓶 身體不入瓶 我知道 然後有些不能入瓶 是甚麼呢 這件事很噁心的 他有一條東西 有一個勾的 就伸進去 滑腦 滑腦 要滑出來 要怎樣呢 人最容易爛的就是 滑腦和內臟 是 滑腦就不流 滑出來 吸出來 我覺得現在香港有很多人 應該是上一世是法老王 滑腦 沒有腦 沒有腦 然後呢 就把乾絲 塗香料 塗甚麼膏 抹藥 抹藥 然後呢 先找東西包 包一層 就放一堆寶物上去 再包一層 就放一堆寶物 所以後來就糟了 那些人捉到無禮 第一件事是甚麼呢 拆 拆 然後就拆了寶物 那條絲就丟在那裡 所以最後一條乾絲 你是要回生 老了就回生了 最好笑的是 往往的事 在官裏 有人被人盜過 沒有那些 都找不到那條絲 那要哪裡找絲呢 就在旁邊的爛角 有一塊東西 乾字字好像柴一樣 那個就是絲 未被人點到火 火把 哈哈 還有一種玩法是怎樣的 你看埃及的古墓 我看到道墓記好笑 怎樣好笑的呢 墓墓就很黑了 那條絲就把人抬出來 抬到墓外面 就找了太陽光 火把光 看出來插 所以往往 那條木乃伊在門口 附近找出來 哈哈 哈哈哈哈 你說是不是那些人 要補出那條絲呢 最後那條絲 還被人侮辱 自己幫自己守護 是嗎 那些木乃伊的死人 帝王宮門口 都有些咒語 塗炭卡蒙 塗炭卡蒙 那麽有些咒語 當年嚇到很多人 哪個混蛋 來掘墓 就會中毒 中咒語而死 的確死了幾個 死了幾個 韓國水法 怎麽會死 真菌 原來沒有弄了三千多年 裏面有一大堆真菌 細菌 病毒 那這幫混蛋進去 又沒有通風 你這幫人 又不會戴口罩 戴氧氣筒 是嗎 結果還要封起木 等卡羅雲公爵 來 然後那個骨母 叫做Hunter Hunter 然後帶著一個贊助人 卡拉雲 英國是一個很有錢的工作 然後 進來吧 打開墓 然後卡拉雲 他有一大堆進去 幾個都進去 結果全部都死了 全部死了 卡特就沒有死 只是死了其他 還有卡拉雲的侄女 可能年輕 其他全部死了 第一批 塗塘家民的墓 一刮一刮一刮 咦 打一個洞 有一個磚 哇 裡面金光閃閃 一火把或電筒進去 不要 封回一個洞 那個洞很大很小 我看回當年的紀錄片 這麼小就這樣 封回去 然後叫了贊助人 其實他不封就不用死 是 他不封呢 有功能流通 但他怕被人道母 他不出聲 叫了贊助人 大春代 什麼埃及總督 什麼都來 你把嘴巴好一點 那結果呢 大概 大概 切了個春殿 大概 全部一起來 來到才撞開個長洞 劃開門 然後進去看 哇 原來寶物堆得怎樣 前母室也是寶物 堆得滿了 後面的母室也是寶物 但問題是那3500年 沒打開過 你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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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間屋 關上門 勾了3500年 就麻煩了 你有多少蜘蛛蟑螂 密室 還有死屍 還有地下5萬公尺 死屍 找了3500年 而且還有 當時聽說 埃及人已經懂得放毒 類似我們看 武俠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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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墳墓裏 裝古靈精怪的毒 燈裏面 就當作一個防衛的人 道武 那3500多年 都沒打開過 裏面 勾都不算什麼 一吹人衝 就幾乎死了 死了九成 如果不是死了 喂 會言歸正傳 好了 所以大家講 屍體今 不能補 如果 我知道 某些宗教 相信人們會接受審判 還會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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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了過去幾千年 就發覺 咦 可能時間未到 總之 秦皇漢武 還是埃及 那麼多位法律 都等到 屍體不腐敗 我目前只見過一個案例 就是 湖南馬長沙 馬皇堆 漢武 那個夫人 就叫做 新椎 她是很厲害的 是 就浸了下去 那些藥水裏面 是 浸了二千年 什麼藥水這麼厲害 我有查 是啦 那不要管了 反應一大堆古靈精怪的東西 核出來的時候 新椎的屍體 是完全跟生前一樣的 總之有摸摸 你給我看 我給大家看 我給大家看 因為 她沒有查到皮 什麼都沒有 在新教天主教 也有很多聖人 說死完之後 不負 是 放在玻璃棺 那裡給大家看 日本還有四條 Tesmundo 是中文的嗎 Tesmundo 鐵門海 還有空海 日本的動物物中 是可以練肉身不死的 我知道 我明白 不過 有幾千人去練 但只有四條消息 聽我說 就是 我們 跳台跳台跳得很厲害 試一下 即是說死了 我要找你回來 一般人死了 死了之後 什麼都爛了 沒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感受過 死的那種氣味 即是腐屍的味道 是一種味道 是你聞完之後 你這一輩子都會記得 我也聞過 那些人說 重案組 專門做Hormicide 還要看你是怎樣死法 是 不同的死法有不同的味道 那些做兇殺 重案組的SIR 聞過那些說 包你這輩子難忘 還有你第一次聞到 見到死屍之後 你幾天都想吃齋 要看你怎樣爛 好像我們記者 其實見過那些屍 都不少過這些警察 而且我們見過案例 多過警察 因為警察通常兇殺案多 有人留言 然後我看到一個留言 說浮屍醉臭 但我想說 我感受過 當年我在歐洲 我去歐洲旅行 那天不是住 剛剛有一間凍肉店停電 喔 香味四日 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凍肉店停電 而我們一班人要進去 我理解不了 因為傻子 你當然不會進去 但真的偏偏進去 那種味道 你記住不是一條腐屍 那裡是幾十條腐屍 是嗎 凍肉店 有牛有羊有豬 你永遠都會記得 各種味道不同 其實 是不是永遠不散 那種味道 還有腐屍 還要看你的屍體 生前吃什麼 是 吃什麼 通常是那種味道 我沒有騙你 譬如你看到人 如果平常吃素的話 屍體基本上沒有什麼味道 吃素的 我一般的相信 但如果你平常想吃海鮮吃肉 那就大件事了 那種味道是特別臭的 一般人死就是這樣的 所以在中國佛教 我們叫顯宗 顯宗是對應密宗 即是藏傳佛教 我這麼說藏傳佛教都有顯宗 我可以解釋 我可以解釋 但是 如果你將顯宗 怎樣說臭皮囊 其實他的目的就是 你不要執著身體 不要像阿姐我 要敷面膜 接著又要去做這件事 做那件事 脫毛 做這件事 因為人的身體 最終你都會捨棄的 這樣 因為他是想你斷除執著 這樣 在藏傳佛教 剛才阿談博想補充那件事 他是對的 顯密雙修的 我知道 我明白 我明白 你相信我 我在藏傳佛教的寺廟住了一年 所以我很肯定 我很知道 但是藏傳佛教 他是以什麼呢 他是叫顯經蜜族 是的 沒錯 顯經 別說這麼技術 別人想說得淺白一點 你是博士 很多聽眾不是我 我都不是 我中學畢業的 你知不知 好了 我們再說回 顯經 就是佛陀 即是釋迦牟尼佛 講過的說話 叫做顯經 這是令你明白 這個佛教的世界觀 宇宙的運行方式 你明白 講了你明白 有八萬四千個法門 什麼叫法門 即是八萬四千個方法 給你練成佛的 就給你們一群有 因為你有八萬四千種煩惱 煩惱就是什麼呢 我想這樣 很不開心 又不開心 總之有N種不開心 那N就等於八萬四千 其實八萬四千是一個比喻 就是比喻很多很多 所以你有八萬四千種阿滋阿灶 他就有八萬四千種方法 去解決你的阿滋阿灶 這樣解 但是這些是給你 告訴你 讓你明白 你日日去念這個淨土五經 你念來念去阿彌陀經 不停這樣念 其實你會不會成佛呢 簡單來說 不會 是不會的 為什麼呢 但是念阿彌陀經 可以等於臨死的時候 就被阿彌陀佛接去極樂淨土 聽我說 你怎樣才能去到極樂淨土 上一集我們有講過 就是你要念到一心不虐 沒錯 但是如果你很認真 想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知道 那個是你念經的 你有我和念經 我把嘴巴在動 那你已經有念了 阿哥 你明白嗎 那就不是一心不亂 這一個經驗 其實我有試過 就是所謂的 out of body experience 其實我試過 你不是聽我說的 有 我幫那隻小狗洗澡 當年 我幫他洗澡 那時候我已經在學佛 那我就覺得 哎呀你很可憐 你做了動物 那樣 我幫你多念 你將來可以做回人 因為你做人 人生難得 對不對 你做到人才可以修行 你才可以脫離這個輪迴的苦海 所以我就一直幫他洗 一邊擦擦擦擦 一邊唸唸唸唸唸唸 又是唸唸唸唸 很奇怪 又真的呢 好像出神 不知道自己在擦一隻狗 不知道水在吹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總之就是自動波 即自動航行模式 然後可能 那一秒鐘就是一心不戀 可能 因為我忘記了我擦一隻狗 還有我忘記了我念 但是有多少人 平日都可以這樣做呢 我聽過一些老人家 沒有讀書的 不懂得唸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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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唸 功夫成騙 即是說你有功、有架勢、做到事 那是怎樣呢? 就是睡覺也念不止 他會有一個關於死的事情 我沒有來提的 叫做預知時至 是的 預早知道自己的時間 什麼時候到 要拜拜的 我講過最典型的例子 即是去年還是前年 我師父其中的師父叫藍懷錦 他本來在台灣住的 後來搬來香港 後來搬去大陸 住在泰湖 有一個懷錦的泰湖徵舍 結果有一天 叫齊子女、徒弟一起離開 大家吩咐一下 就坐在這裏 三天後搞定我 果然三天後就往生了 九十多歲 藍懷錦不是出家人 不是,他是居士 不是,你說錯 藍懷錦是怎樣呢? 他很詭異 他本來是居士界 結果後來是擴展 從溫州走爛到四川 清城山後面的佛寺 然後在佛寺裏面 受到沙眉界 即是比丘界 做了三年多和尚 後來和尚又還族 跟著國民黨軍隊去台灣 然後去台灣又娶老婆 結婚生兒子 他的兒子跟我差不多大 回頭 我們穩集再說大懷錦 先說文件 你練到這樣的地步 你可以知道自己是死期的 這就是預知時至的意思 不要以為是如學大師南懷錦 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因為我看過很多例子 是那些川姑阿姆 阿姆 因為他不懂字 他不會想太多複雜的事情 你叫他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沒錯 因為簡單來說 讀書不多 思想簡單 耶穌也說過 得救都是窮人 沒有知識 收穗 做鞋子 這些就是當時 流泰社會看不起的人 得救就不是法利賽 讀到經書 讀到滾關 永遠得不到夠 不是博士 是博士永遠得不到夠 記住 包括本人在內 不要灰心 不過我也不需要他得教 佛教的角度 佛教的世界觀 就認為所有的眾生 包括在桌面爬過的蟑螂 沒錯 或者是你吃的魚 也有佛性 什麼叫佛性呢 就是它和你一樣 只要有驅學不同 就是說你們的硬件不同 但是軟件不同 軟件不同 佛教有個專門的術語 就叫做阿賴耶色 阿賴耶色就是第六色 第八色 第六色是二色 第七色是抹拿色 第八色 這個叫做 有叫真如 有叫真心 有叫佛性 有幾種不同的教法 這個核心部分 就是不變的 但是外面的部分 就是我們所說的六色 這個阿賴耶色 就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是你的CPU 沒錯 但是這個CPU很恐怖 就是 無論你的手機 怎樣被人拆件再裝 拆件再裝 你由第一代的Macintosh 上好 還是 去到現在第十二代 都是這樣 都是那塊東西 你最多就是外面的殼 就是我們所說的綠色 就叫眼耳鼻舌身耳 沒錯 只是綠色變 就是 譬如你做貓 你會特別對那些 擺來擺去的東西 有興趣 但是如果你是男人 就特別對那些 走過的美女有興趣 是不是 我不是男人 我老人 女人就經過見到 閃亮亮的 靚仔 不是 珠寶 珠寶有興趣 LE Hermes 但是這個 是因為你的硬件 去決定 你的硬件 去Dictate 你的起戶 但是你的CPU 就是你的硬件 還包括人家的計劃 是 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 為什麼因果逃不過 的原因都在 因為做什麼 它一直儲存著 你不停轉不同的硬件 佛教理論就認為 他永遠會記住 你前生的業 而是後生去報 他的後生 還要很過人的一件事 就是 他是說 是等時間 等條件許可 並不是有個人 突然之間 嚴羅王 或者上帝說 現在是時候了 你這個混蛋 他並不是這樣的 不是 是條件造就 令到這件事能夠發生 即是條件成熟 這個術語叫緣起 如果你不撞到緣起 你也不會撞到業報 簡單來說 這個又是術語 叫因緣和合 沒錯 即是有這個因 有一個緣 什麼叫因呢 我當日蓋了譚博一巴 我就當作爭上緣 他就很討厭我 不會 他就很討厭我 因為那天譚博很色的看著我 很難 他還想吃我豆腐 一巴掌握過去 這樣 之後我就沒有再見過他 那譚博一直懷恨在心 心想的死八婆 我看得想你是你的福報 但我一直都沒有見過 他就報不到仇 你明白嗎 但是呢 竟然有一次 原道 即條件許可 竟然在街上撞到我 然後他就走過來 還兩巴掌給我 那就是因和緣 和合 黏在一起 明白嗎 有這個因 有一個緣 所以這件事 但是有可能這個因和緣 又不是今世才出現 沒錯 可能是來世 第三世 第四世 可能無限那麼久 沒有人知道 是的 因為你兩個要相遇 佛學來說 有機會很低 同傳過度 都要五百年恩緣 不容易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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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千萬不要有一個僥倖心理 不要想著我做一些壞事 哎呀我走得掉的 是不能的 他一定會 不過先說明 通常我會被 假如我被女王打兩巴掌 就不是因為我想追求他 是因為我不讓他追求 他很火滾 那麽多人都想追求我 你不追求 死八仔啊 打醒你 這樣也有機會 是 有沒有人相信呢 聽眾朋友 你儘管留言 你信不信 會是坦白說一個版本呢 OK 好 講講正經話 那 好了 如果修行功夫成片 即是修行道家 功夫道家的人 第一 你會有一個徵兆 就是預知時至 知道自己幾時死 道家就知道自己是新鮮 是 道家術院是新鮮 第二 奇學 第二個版本呢 就是呢 你是會有掌握 知道自己下一世去到哪 是 有些人知道自己下一世去到哪 是 特別好像大賴喇麻 班辰喇麻那些 他們臨死前都會說一些 訊息給那些 那些叫蒂巴 即是叫做 蒂巴是甚麼 即是他們那個 喇麻的內閣的總管 是 又叫葛倫 沒錯 類似我中國的大臣 是 不過這個大臣是真人來的 一陣子是出街人來的 是 告訴我死的時候 你有些甚麼徵兆的 然後拿著徵兆看這件事呢 你先去西藏那個叫做甚麼 楊卓 雍卓 去看壺的導影 嗯 然後再加上他的臨水前那些 於是就看死的時候的面向著哪個方向 還有要看一個人呢 這個叫做 淺寵 淺寵 瓊窮護法 對瓊窮護法 是 就是鋼神的 類似我們神打 對 神鋼在身上就講一些語言 對 這個呢 是充滿神秘色彩的 對 大家有興趣呢 我可以找一條片給大家看 我看過 就是真正呢 瓊窮護法 呢 上身的時候呢 說話了 他穿著一套很重的規格 平時人都穿不到的 是穿不到 很重 如果上身就穿到的 是說了接近一百磅 是啊 很重的一套規格 一套衣服 那麼呢 他就會穿著之後呢 他會變聲 跟著跳臣 跳臣 跟著他就會說他的啟示 沒錯 那麼呢 在我們的認知當中 我不是說我對 我可能不對 我又不對 我又不對 請各位大德不律次教的 我們很謙虛的 我們絕對不會說 整個香港德國我會講的 沒有這回事 那麼呢 他就會說什麼呢 他就會說 例如舉例 大事件就會請這個慶雲護法出來 不是神智貌事 還有這個慶雲不是住在達賴喇馬那裡 他是另一間廟 他請過來的 是 他並不是說 你不知道有三條仔追你選誰 或者是 譚博是否好人 歷史上最大的案例 就是達賴喇馬問瓊窮 要不要走 結果瓊窮叫我們走 往南邊走 走快點走 越走越好 於是達賴喇馬馬立刻執包袱 在那個下公叫做什麼 什麼下公叫做什麼 反正就是執包袱 立刻走 走完第二天 現在已經共產黨用迫擊炮去打下公 是的 是的 包括轉世 我們說一些大的喇馬 即大活佛的轉世 譬如達賴 班禪 還有大寶法王 是的 會 勞動到這個慶雲護法 那慶雲護法在我們的認知當中 and again 我可能錯了 就是這個天人來的 天人的護法 天人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們所知 他本來是西藏一個地方神 結果後來蓮花生帶佛入藏 就收了他做靈 於是就變成佛教護法神 是的 佛教護法神 本來是本教的 你要聽著 這個很重點 你們一定要知道 如果一個人 他可以塞進無神走過來 講你的話 講給你聽 講中了 講中 他不需要你給年月日時間 時辰八節 無需這些事情 他就這樣說給你聽 我告訴你 有三個可能性 聽我說 阿姐教你 第一 他是借鬼神的力 好像當年的伯龍王 是因為這個龍族 龍族佛經經經常說 Naga 沒錯 佛經經經常都說 包括大藏經 是在龍宮裡面 是龍樹菩薩 進去搬他出來 搬了一部分 沒有搬 傳說是這樣 亦都包括佛牙舍利 其實本來都是 人世間沒有的 因為去了龍王 又是他了出來 偷的 好了 龍族裡面 有一個白色的龍 的首領 就是白龍王 就上去這位泰國華僑身上 在他四十幾歲當年 之前他還在修理電器 他本身是沒有神通的 他不會算命的 後來上去他身 就借了他的身體 去做這件事 因為他可能有些債要還 世間的債 人情債等等 還有他可能需要這個功德 你明白嗎 就是修煉這個功德 所以就這樣做 這一種 記住不是他本人多厲害 而是上去身的鬼神 鬼神也不用厲害 鬼神也不用厲害 鬼神本身是有神通的 其實 其實對他們來說 沒有時間這件事 他們過去現在 將來一眼看完 一眼看完 他們不是無窮盡看完 佛債無窮盡看完 他們是有限度看 但各位已經很夠照 你們已經會放水給他 這是第一 第二種就是 他本身是鬼道上來 例如 有陰陽眼的那些 經常見到 所謂的髒東西 經常見到鬼的那些 其實有陰陽眼的那些 是因為他剛剛上了一輩子 其實他自己都在鬼道 他剛剛上回來 那條頻道還沒調得很正 還收到旁邊的雜聲 你明白嗎 所以經常見到 因為他們都當他自己人 他還在跳頻道 對 他本來是拍人的頻道 但為什麼他突然跳鬼的頻道 於是看到鬼 對 那些鬼就當他自己人 很開心 所以經常去搞他 很多靈媒其實就是這一組 如果是真的話 貓有過的 我以前家對面就是靈媒 喂喂喂 靈媒沒有搞 澳門最有名的靈媒 叫三姑 我住三號 她住二號二樓 我經常住在外面 問米婆 你覺得是真的嗎 你覺得是真的嗎 應該是真的 應該是真的 因為真的 人是出神 跟神打一樣 是 你外面叫火燭啊 他都不知道 聽不到 我們試過玩他的 火燭啊 火燭啊 他知道你玩他 他不理你 不是啊 結果都不動 繼續上身 好 這一種就是 剛才說鬼 他見到 他見到 可能也會聽到 哈哈哈 那些鬼會跟他講話啊 會來找他報夢啊 叫他幫他尋仇啊 然後 誤姻都有 有誤姻阿 誤姻阿 什麼差都有 第三種是 天度下生 對 因為呢 六到六回家有阿呂 不要弄我了 還沒毛 天度下生 就是說他上一世在上面 正在招臣 但是這時間夠時間 現在就回來了 也有可能是貪玩走下來 這些就有殘餘的神通 沒錯 這種殘餘的神通就是 他會知道一些東西 他不是靠鬼神的力量 他自己有力量 其實還有一種 第四種 第四種就是他是修行人 他過去世是修行人 他這一世都可能是修行人 他有一些殘餘 是透過他的修煉而得利 叫什麼?有什麼說? 貓仔? 是一一的 好了 講完了 這個神通的部分 我們繼續講這個死 不是 我覺得還可以講 講第二個 生死無常 死還沒講 我還沒進去 現在都進去 第一觀就是人生難得 現在講第二觀 生死無常 生死無常 首先要觀死 先有觀死 先有無常 是嗎? 是和不是 死人 剛才都開始講了一部分 就是一定發生的 你走不掉的 你怎麼能夠更好地去準備死亡呢? 當然就不是求這個長生不老虐 這麼笨 也不會去建自己的寧墓 你怎麼能夠掌握呢? 師父你信什麼? 如果你信的是耶教 你信的是我死了一定是上天堂的 那你就準備了 對不起 上天堂根據耶教的整統說法 是輪到我們決定的 是由耶穌決定的 他下來審判你 是說你上天堂的 上天堂 他說你下地獄 那我想問一件事 假如耶教 他還沒審判之前 他又死了 他去哪裡呢? 有三種地方去 例如 一種地獄 一個煉獄 一個天堂 煉獄是怎樣呢? 有些好人 但有些罪要洗淨 於是就去煉獄裡面 散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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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地方 根據正統的天主教 或者基督教的教理 是這麼說的 那我不知道耶穌什麼時候來的 如果這麼說 不知道 是嗎? 整個都說耶穌回來的 你看美國有個 人們的標誌 說我們等耶穌來 我們千多人自殺 那全部都死了 在巴西森林裡面 唉 但是耶穌沒有回來的 暫時 其實這叫末世論 是 耶穌回來 事實上 在耶穌死了沒多久 已經傳了 傳到現在 傳了二千年 是的 二千多 不過我再記住 剛才我們說的死政觀 第一 上星期說人親蘭丹 現在是說死亡無常 是 其實後來還說 業報恩果 和輪迴 三個業報 輪迴是苦 我們繼續說死 死了 死了 其實呢 我自己也說過今年 我今年到現在 我有三個我認識的人 過世 都是女生 都要不是 三十歲左右 都不年紀大 三十歲以下 年紀不大 不足奇 我醫生人 就 我接觸過六 計算我婆婆就是七個 七個人過世 婆婆受中正寢 九十幾歲 叫做笑喪 今時今日的觀念 我媽媽也八五 是的 我爸爸過世 七十九歲 千萬不要說我爸過世 因為我一說就哭 我笑了那麼多次 是沒有一次成功不哭 所以不要說了 另外五個呢 五個都是女生 有兩個是自殺的 我剛剛有個朋友 上報紙 很大單 另外三個呢 就是今年發生的 一個就是1977年 她是 即今年四十歲都不夠 未夠 三十九 她是短受 In the end 證明短受 多病 因為她本身有地中開貧血 這個症很麻煩 是為DNA來的 因為她的血液是黏刀狀的 那個紅血球 所以她經常失去管 是 因為黏刀狀 不是完的 她經常說要去黏刀狀 因為她是缺血 她是我以前的伙計 以前我公司會計 今年又很突然 我本來有些事情會找她 她都知道 我發訊息給她 因為我還看到上個星期 她還在分享我的帖子 就是在說那些老闆車 尖沙咀 不是尖沙咀 中環也有 中環塞車 每個都停下來等老闆 等老闆 還有一宗新聞 如果大家有印象 就說這個 我忘記哪個部門的阿姨 副局長 她的老闆車停在IFC三天 都沒有人去抄襲她 這個會計的女生 她還分享了我這篇文章 然後隔了幾天 去到下個星期 我WhatsApp她 我說 喂 我約了你什麼時候 那件事 現在是老闆 我說 怎樣 你收到訊息回回我 這樣隔了24個小時都沒有回覆我 沒有網絡 然後去到她有一個朋友 我也認識的 一個男生朋友 回覆我 就說 剛剛密醫院這樣了 他說 對 誰現在在ICU 他應該幫不到你走 那件事 我問他什麼事 他什麼事這麼嚴重 他說他不行了 他差不多了 轉換了就是突然肺炎 進了醫院 你知道肺炎都差不多就可以了 很少人是肺炎沒事 那是肺炎的事 是 好了 到第二個了 第二個就是 一段時間大家看新聞都知道 就是 食減肥藥 在睡夢中 撤死 羅明珠 我還記得去年 就有一個大寶法王的獸神宴 還在尼泊爾地震之後 就籌款贈災 他還跟我同一台 我跟他本身認識了很多年 然後大家就問我一些佛學上面的東西 那我就說是我說的 然後吃完飯之後 他還說 原來你不是叫人拜神 那是神婆 人家在外面全地是神婆 你看蕭生的網頁 一罵你都說是神婆 有他們 他們拜邪教的人是這樣的 那些不是邪教 那些是拜人 拜人就不是邪 拜邪教 當然是邪教 你埋完張房間那些就是邪教 他就拜他 不是 埋完張房間也有佛教 去抄去得救 他們就拜政治信領 他們有個教主 有教主那些 然後沒有獨立思考 就當你是邪教 排除異己 還有沒有思考能力 Anyway 那這裏我經常見的 那些網友說 你疾他們說 為何不把東西回阿拉伯文 17個文字 17個文字回阿拉伯文 對 那我覺得要公平一點 對 如果某些人的言論 是17個文字 那你的言論 兼夾相關的報導 都應該是17個文字 那我也是公道 是不是 那沒有理由選擇性對待 不要說神婆 就先說這些事情 那朗明珠 那朗明珠就說 原來你不是叫人拜神 神婆 所以他也認識的 然後 我還常常在wechat 看見他 會發照 好 你知道wechat 好像facebook 有個朋友圈 有個圈的 對 經常發照 永遠都是 那個三七面 即他無論和誰拍照 他都是那個角度 永遠都是那個角度 那就是有問題 他覺得這個面 他看才最美 對 於是永遠給三七面 我要把最美好的給你看 永遠都是那個角度 這樣是有問題的 心理上是不正常的 那我就覺得 那時候我見到 我每次見到 都是同一個角度 同一塊面口 我就覺得 唉 其實 其實很可憐 即是他接受不到 自己不漂亮 他接受不到右邊 三七面 或者正中間 扁平面 是的 他覺得只有那個漂亮 他只可以接受到那個 我和你講 為什麼中國人 在女明星中 照三七面 有一個原因 因為他不像我們 有外國血統 有輪角分明 鼻尖尖 拳骨膏 你正面拍過來 都起碼 有心有錢 很多我們中國人 因為面扁的話 他如果不給三七面 他拍上來 就沒有什麼凸 沒有凸 看上來就比較差 我明白 這個呢 我是覺得很可憐 因為呢 即是他 即是他 即是四十 他走到四十八歲 即是四十八歲 又不能夠說頭很年輕 但又不能夠說老 以香港的平均壽命來說 七十幾歲 七十八至七十九歲 就算年輕 是算年輕 因為走了 三分之二都沒有 即是我會覺得 他很接受不到 即是他對那個樣貌 執著 很強 喂大哥你四十幾歲 怎麼這麼執著啊 真是 所以這是一個大問題 執不執著呢 跟年紀又真的沒有關係 是啊 即是 女人記住 過了三十五歲 你覺得漂亮還是不漂亮呢 就看他內心的修養 就不是 就是 你已經沒有可能 漂亮過了十幾二十的了 因為你看過我們東方人 日本人都做過研究的 就是大了三十五歲之後 皮膚就開始變了 男的女的都是變的 到最後你的樣子 要別人看一亮 順眼 就一定要收你內在的水平 其實這個皇帝內經 就說 女人是逢七 七五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就是你人生最盛的成果 是啊 過完三十五就下去了 對 朵花開得最大 最盛開的成果 男的女都是 不是 不是 男人不是 男人是九五 四十五 男人是九 逢九轉 女人是逢七 所以男人有好處 男人有好處 男人有好處 而女人七七四十九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假設停經 如果你四十九歲 未停經 你會賺幾年 女人會更乾 油脂 沒有分泌 沒有那麼好 看上去皮膚 沒有那麼亮 我明白 七二十四就是天攜智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驚奇道 就當是十四歲 好了 Anyway 我說回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一個 我的跳舞先生 很多年前 我最近抽一條筋 想有條腰 因為最近 跟次官 和鄭寶紅 和沈西成 在蘋果日報 有個唐西風月宴的 要穿旗袍 大哥 穿旗袍真的很痛苦 旗袍很大件事 旗袍本身 他本來設定出來 是被東北滿洲美女穿的 你知道滿洲妹 我以前都認識過兩個 每個都是175公分 最危都是170 他們穿旗袍 旗袍本身是安我多姿 因為高 腳長 那你變得大件事 你換了我們的南方人 170以下 如果你不減到某個程度 你穿旗袍 再加上高跟鞋 穿旗袍很難看 好像磨碌 旗袍難在什麼呢 就是 你穿了腰風穿是可以的 但你要穿不穿腰風穿得漂亮才難 那天我穿了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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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穿了旗袍 我穿了我跳舞先生 是一個鬼婆 不只是跳舞不行 要練練 不要吵 然後就想找他 上跳舞堂 為什麼不行 他是肚皮舞 肚皮舞用很多腹部力量 通常是做養我起座的 是 然後跟著 一定會做低粗 瑜伽之類的 為什麼呢 你不經常摺摺摺摺摺 他不會縮過 很壞 有機會說 然後呢 這個時候 就做什麼呢 我就在Facebook找他 看到他哥哥代他 出Post 就說他現在在ICU 現在跟這個癌摩 就在奮鬥 那當然沒有隔了幾天之後 他就過了身 這樣 那 這三個女生 包括會計也好 羅明珠 包括我這個跳舞先生 三十幾 四十幾歲 沒有過五十歲 還有呢 都是 就是 對人生很有希望 譬如會計女生 心底很好 跟著 對人很好 完全無私奉獻 羅明珠不是太熟 老實說 但是呢 跳舞先生 他簡直是每年一次去日本 爭取動物權益 叫日本的漁民 不要殺 鯨魚 鯨魚 是的 每年自費過去 跟著呢 很環保 很愛護動物 那 當然你說 其他宗教的看法 可能是上帝召他回去 不想他人間受苦 那 在佛教的角度 就是 我看這些事 我會覺得 無常 無常 和死 是 結合的 為什麼呢 你想回頭 說來說去 就是 一定會發生的 就是死 沒有事比死更肯定 你不一定嫁得出 你不一定會發達 你不一定會長命百歲 你一定會死 是 而有什麼一定的呢 就是 榮華富貴一定會 財保散盡 是 為什麼呢 財富是五家共有的 是嗎 就是 水火 道賊 逆子 以及官 水火就是 一個水災 什麼都沒有了 現在河北 對 沖走了 好了 接著 火就是 牛頭角大火 裡面有什麼財產 小時候的兒時相片 什麼都沒有了 好 玩具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官是什麼呢 喂 政府 政府突然之間 說要加這個稅 突然之間 說要抄家 說文革 突然之間 還要修理間 開條路 是 說文革 打地主 收田地 又是突然之間 沒有了 現在多少 香港有錢 第二代 其實是 老爸老媽在大陸走爛下來 就是因為什麼 因為共產黨 搜田地 打倒地主 城市就收店頭 農村就收田地 你好像我有個朋友 是莫昌行公司 老闆的大老婆的兒子 結果那個老闆走下來 他和那個大媽 就留在上海 就慘了 現在你看上海 都是一個莫昌的 但是已經被共產黨沒收了 是啊 然後 官就是 平民無法跟官鬥 俄羅斯 我們也有說過 有個首富 又拿油田 房地產 酒店 一堆最有錢的 結局保經 抄了他家 是 還要坐牢 落獲十年 坐足十年 現在就醒目 走了英國 現在走了英國 最近不用說 這個許氏人案 當初裏面都有權貴 很有錢的人 很有權力的人 但是政府一夜 包括我們前特首 曾蔭權 是不是 好了 你看張子強也是 對了 作了李澤佳那邊十億 這隻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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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作了郭炳商七億 十七億 真是 是 是 二十年前十七億 是 那怎麼辦 那就打了馬 是 一定死 他就算不是打馬 死 他最終都會死 好了 剛才說 水火官說了 盜賊 即是被賊 劫了 穿鬼筒底 自己人做案 如是等等 被人搶了錢 最後什麼 很多人躲不過 是逆子 沒錯 敗家仔 富不過三代的敗家仔 富二代 官二代的敗家仔 多辛苦賺你 你這世人不停地 跟別人搶盡老汁 那你終於知道 我怎麼忘記了 吳生仔 好聰明 至少沒有逆子 水火官倒逆子 你的財富再辛苦累積 你怎樣 天天要跟別人施殺 在佛教角度 要做無數的惡業 做很多不好的事情 他換來的財富 到最後都必定會散盡 你只要能夠起到的東西 他最終都會毀滅 而相聚的結果 都必定是分離 八虎之一 八虎之一 而生的結果 一定是死 那這個就是 一定 這個就是走不掉 我們說 相聚的結果 一定是分離 這件事其實很值得去想 最慘是冤真媚 愛別你也慘 愛別你也慘 而且 你兩個人一開始的時候 很好的 嘩 住在那裡 怎麼住在那裡 發覺越來越不妥 然後你發覺 好像去廁所的時候 你的男朋友 就經常不蓋廁所蓋 然後又不洗廁所 然後用完廁房 洗廁房 你發覺一地都是古靈精怪的 這個要住在那裡才知道 那我問你 是不是只有男生 原來不是 而是女生 有些 你發覺整個浴室 都是她的化妝品 但她從來是不整理的 然後裏面是骯髒的 然後 頭髮掉下去 塞了一條渠 然後她也不會通的 一定是說 啊! 探望你快點來啊! 塞水渠啊! 塞到整個廁所都是啊! 現在香港要馬上跟老闆說 喂! 探望你快點來 我這邊 這就叫做冤真會 聽說是不是? 是 還有這個 就是我們講愛別離 這個我們找一集再講 我們卡拉卡拉這樣做 愛別離誰都有的 你幾愛誰人都會別離的 我們有一集會講 但是呢 生老病死 大家聽下去覺得很閒事 但是呢 這個生離和死別 是一定的 所以就是說 你想一想 任何一個關係 你幾愛她 和你幾憎恨她 最終都必然是分離的 是啊! 還有 剛才那個財富有什麼都好 權位有什麼 到最終都必然醒你而去 是 你不能帶她下棺材 你不能帶她下一世 是 因為人本身來講 根據佛學 它就是地水火風四大和合 是 拼成你 這個人的肉體 其實是一種假有 是 但是到這個因緣一散了 那又變回地水火風的元素 就散開了 這個假有就不存在了 沒錯 所以這些我才叫無常 所以死實上 如果你理解佛學 又信佛學 其實一點都不可怕 其實我們現在每一分 每一秒 都是趨向死亡 沒錯 每一個人都是在死 從你出生那一剎那 你也賣向死亡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在死 所以我們上一集也有說 為什麼佛教這麼難推廣呢 因為它一來就跟你講苦 再來跟你講死 反正越糊塞 那些 它就越要你真實去面對它 因為你一天不面對 你一天都不能有一個對峙 即是解決方法 為什麼要跟你講苦呢 不是為了令你更苦 是因為你知道苦的存在 你才會積極去面對苦 是嗎 當你知道死是必然的時候 你就不會去貪生怕死 你就不會去浪費時間 做一些無謂的事 所以你看到 所以整個佛教 它是一個系統性的折落的支撐 這個原理 如果你首先 講生、講死 生、死一定是踏上六道輪迴的 也一定是踏上無常觀的 也一定是踏上那個恩果業報的 所以四政官裡面第三個就是業報恩果 所以你要首先認定死亡的無常 你才會珍惜自己 要修善業得好報 要這樣才行 為什麼這麼重要 其實全部這四樣東西 是哪四樣呢 即是剛才有講到的 人生難得 即我們上一集講 死亡無常、業報恩果 還有無常 還有輪迴 還有輪迴是苦 這四樣東西其實是綁在一起的 這樣東西你拆開理解 不是不行 但如果你放在一起 貫穿去理解 那就更有邏輯 更有邏輯 更有邏輯 因為好了 我人生這麼難得到 我當然是玩盡 我當然在派對上爆了 但不是 為什麼呢 他不是啊 他叫你跳出輪迴 因為你不珍惜 而現在這段時間 你就不能離開了 你明白嗎 因為簡單來說 我現在在坐牢 我可以表現得好一點 提早出來的嘛 原來你說不是的 我既然坐 我繼續坐 那你就不能早點出來 因為輪迴是苦 第四個概念是輪迴是苦 既然輪迴這麼苦 你又難得做到人了 而又因為無償 而且你隨時死的 是不是 那你當然是趕快去做 你應該做的事 去希望在最短的時間裏面 能夠找到一個安全的脫離方式 簡單來說 你現在在太天力上面 太天力正在沉著 現在正在沉著 那你怎樣呢 你當然要找一個救生艇 現在在救生艇就教你了 小盛起碼 你得到阿羅漢果 和衰陀緩果 是不是 得到這兩個果 就可以跳出六代輪迴 就是這樣的 當然有一道修行的方法 如果大家有空 可以去看淨土五經 淨土五經裏面 無論是佛土 阿微賀經也好 或者後面的大世智菩薩 念佛章 或者後面的普賢菩薩 行願品 其實都教你用什麼方法去修行 至少得到這兩個果 但是要得菩薩果 那就辛苦很多了 我們解釋一點點 因為其實講這些名字 那些人會聽到唐雲的 上一集我們都有些評論 就說如果沒有根基 未必聽得明白 所以我盡量想有這麼淺 講這麼淺 根基剛才都講得很清楚 你修行A就得到A的果 你修行B就得到B的果 修行C得到C的果 聽眾如果沒有根基 聽不明白 那就叫大家有空去看你的經 不要叫他有空去看 我們先講一點 我們剛才一開始有講的 就是顯經和蜜族 顯經就是佛陀 釋加拿尼佛講過的說話 將它集合一起 就叫做經 蜜族就是什麼 我告訴你 你看佛經 你可以看到很感人的 比如說地藏菩薩本源經 講地藏菩薩 很感人的 看到你滿腔熱淚 很棒 如果你修地藏法門 你就天天唸地藏經 接著如果你是修金剛經 你就每天唸金剛經 即是每天把佛陀講過的說話 重複地講 重複地唸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 你會不會成佛 會 會的 三大阿僧騎劫 他告訴你三大阿僧騎劫 即是無限那麼長 如果不肯定有多長 聽回上一集 因為上一集我有解釋過 只是 一個劫呢 第二個單位 因為阿僧騎是最大的 第二個劫叫做一劫 一劫裡面 第三到第四個佛 中間的空窗期 都有五十六億七千萬元 原來就有那麼長 你想想 還有其餘九百九十七個佛 中間你這個加起來才叫做一個劫 而很多個劫再加起來 只有一個阿僧騎劫 好了 他簡單的理解方法是甚麼呢 就是說 你有沒有可能現在 我給幾隻雞蛋 雲呢拿油 麵粉 OK 牛油 給你 加個蛋糕模 你是不是可以立即焗到蛋糕給我呢 不行 可以的喔 你說可以 你包含我 我是天才來的 我沒有餐廳 我一看我就知道 這樣 我立即焗到蛋糕 他中間有些技巧的嘛 你不是說有原料 就立即焗到蛋糕的嘛 好了 即你有人生在那裡 我知道 不一定立即得到 剛才我所說的 這個跳出因果 我現在是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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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息 不同的佛學觀點給大家聽 簡單來說就是 有一個說法 不論是禪宗 即是中國的佛教裡面 有禪宗 靜土宗 花炎宗 很多不同的宗派 禪宗即是達摩祖師 傳入 現在是少林子為首 禪宗即是 你可以靠禪定 打坐 什麼都不用 你可以成佛 你可以一念成佛 都可以 打 就正如我給幾隻蛋 糖麵粉 你焗到蛋糕出來 可以 一定可以 但是 機會很低 記住 問題來了 是不是一Q就行 是不是一次就成功了 你說 我是可以焗到的 你給幾隻東西 我是焗到 對 沒錯 可以 但有沒有計過 其實你中間出現了多少次 失敗了多少次 這個就是為什麼 你需要三打阿森騎劫 因為三打阿森騎劫裡面 你需要累積經驗 你需要去認識自己的錯誤 原來這樣焗是不行的 原來焗一下 打開焗爐 蛋糕會塌 原來糖落得太多 蛋糕會硬 如是等等 所以 學佛的過程裡面 為什麼有這麼多儀式 這麼多東西 其實他就是做到這兩個目的 就是說 所謂的累積資糧 資糧你當經驗 好嗎 累積資糧 不止 經驗和經驗之後的成果 其實資糧不是這個意思 不過不要緊 你簡單 你當焗蛋糕的理論 你要一下子做到是可以 理論上是可以的 就是等於愛迪生和電燈的關係 他教了九百九十幾次 是好像到第一千次才成功 那別人問他 那你前面白費功夫 那愛迪生的回答就是 其實我現在已經知道 其他九百九十九種是做不到的 那大陸你能玩多久 玩了很多年了 現在是 Thomas曾留言說 Ladies something on your left cheek 這個是一個咪來的 其實 不是按咪 這個我知道它在這裡 是咪來的 好了 繼續說 所以理論上做到 實踐上做不做到 是兩樣東西 我不是說不行 因為如果 你這一生世 就是你第三個 哀真騎劫的最後一世 那你就一生就完成了 你明白嗎 你不就像六組慧能 一個拖鞋掃過去 一聲暈倒了 醒了就已經開誤 不行 不是不行 但是你因為你看不到 你之前這麼多世在做什麼 你明白嗎 其實你之前這麼多世 就只焗了無限的 這麼多次拿東西的蛋糕 所以你今世 你一拿到蛋糕 你就是神童 其實並不是因為 你是神童 因為你累積了 因為你的阿拿夜色 就是你裡面的CPU 一直記住 它的累積的經驗 和智慧 所以今世 你appure to be神童 並不是你真是神童 明白嗎 正如釋迦茨尼佛 不是真的 剛剛 2500多年前 一出生 然後突然會走 然後走七步路 一指上天下地 為我獨尊 她也累積了很多世 她知道自己是今世成佛 你明白嗎 她選了一個地方 她選了在這個媽媽出生 摩耶夫人 所以 其實 理論和實踐 是有距離的 這個大家要明白 所以 禪宗所說的跡身成佛 或者密宗 說的跡身成佛 不是不行 可以 但你有個前撤 前撤 就是你有很多的累積 其實禪宗和密宗 或者顯宗和密宗的分別 就是禪宗的講求是頓悟的 但是在密宗是講漸悟的 所謂漸悟是甚麼呢 至少分成幾個層次 最典型的 你看到中客巴的那本 無論是菩提道登論 和密宗道次提廣論 至少分九道 下士道分三層 中士道分三層 上士道分三層 分九個層次 慢慢連上去 就像少林子十八同仁一樣 一關一關打的 那你說哪個中對呢 先說明 佛法無邊 你要看自己的資質 就是法無利害 人有漸頓 有些人跟底好的 有些人跟底差的 跟底差的 就要慢慢漸漸一層一層學 但是跟底好的 你一下子點想都可以 其實不是密宗說你不能 你有的 你可以即身懲罰 甚至 我們剛才說死 我們有說死 其實還沒說完 我都說每一個話題 其實可以說七七四十九集 只是說死 剛才有說過 修行得差不多 不是特別厲害 預知時至 泰國都有出街人 是這樣的 我爸爸那時候 住泰國 覺得很impressed 因為他夠膽在電視上說 說我哪一年哪一天 幾點鐘 我就會死 然後就拍攝 拍攝 直播 情況之下 他就盤腿 然後就入定 然後就拜拜 就真的那個日子 那個時間 這樣東西 我剛才說 你的老師藍華緊 或者很多在家 甚至是暗毛 在街上不顯眼的暗毛 不識字 都可以 你只要念到 越不識字 越容易 你只要念到 能夠一心不亂就可以了 但是 如果 在密宗的講法裡面 即西藏佛教 你喜歡叫喇嘛教 你喜歡叫密宗 你喜歡叫 藏傳佛教 我有理 你喜歡怎樣叫都可以 不要緊 金剛繩 裏面有一個最高的層次 是你收到整個身體沒有了 紅光 紅光身 這樣就不見了 沒錯 而你說是否沒有呢 我告訴你是有 直到我今時今日 我這幾個禮拜 還看到西藏哪個寺廟 哪一個出家人 收到紅光身 他未必是完全的紅光 分給你聽 完全的紅光就是 這個紅是彩虹的紅 是的 是十一聲 整個驅殼沒有了 沒有了 變了光 是的 因為他完全把這個物理都能夠 衝破到 像七色彩虹那樣 都不見了 是的 但是有一種叫做有漏 有漏就是有缺陷 有漏的不完整的紅光身 是怎樣呢 可能他一聲就留下指甲 是的 或者是他的身體 他死了 但他的身體一路縮小 縮小 可能只剩下一個瓶那麼大 有啊有啊 這個也很多 很多 因為曾經有些人 在西藏寺廟後面的山洞 是有些有漏的紅光身 很多 所以有時候去到西藏 也有很多寺廟後面 他有石屈 你是看到這些 已經我們叫做 往生的喇嘛的身體 是的 我今年已經看到有幾個了 就是他剩下指甲 或者他一路縮縮 是沒有可能的 他沒有火化的 沒有火化的 一路縮一路縮 一路縮一路縮 就是因為他那個四大 避水火蜂 反正他人體是這樣的 其實有科學原理的 因為人體百分之六 有幾七十是水來的 他死了之後 慢慢的水分蒸發了 那人就越來越縮了 你可以這樣說 但我也可以挑戰你 就是為什麼 阿貓阿狗都是死的 為什麼他死了之後 他水分不蒸發 他發臭 因為那些人 那些人有細群 但為什麼那些人 他又可以 那些人有得解釋 那些人有得解釋 因為有人研究 東脈 日本脈中 那些乾屍 剛才不是說過鐵門海 空海 還有四個屍生 現在還有 幾人公開參拜 在日本雪山裡面 很偏僻的寺廟裡面 那他為什麼都縮 不化呢 原來他是這樣的 他知道自己就死了 他基本上是不吃東西的 不吃東西之後 就喝大量的那些 那些叫什麼 那些叫什麼 是不知什麼 葉混出來的水 煮出來的 然後胃裡面 基本上已經沒有 平時他已經不吃肉 只有素 他臨死前 那七天到四十九 或者四十九天 就不斷地喝這些東西 就省掉了腸胃的東西 即是二腐化的內臟 他就省掉了 然後呢 他一座化之後 他人都是縮的 你看到他的樣子 拍起來也是縮的 但問題是他縮的 某程度就不縮的了 也不會腐懶 因為他身體裡沒有細菌 沒有病毒 就是有得解釋的 但是跟他吃 跟他最後臨走前的那些 修行有關的 當然他也會練功 即是他不單止練功 還連食的方式都變了 只是飲某一隻液體 所以事實上 你要修紅光身 或者不腐身 其實密宗是有一套方法的 不過這個方法 在西藏呢 當然最終極就是紅光 紅光身就是修密宗的人 即是如果有一天我死了 你找不到我 太好了 即是我修成了 我自己就是 學西藏佛教 藏傳佛教 即是金剛性 即是密宗 喇嘛教 隨便你怎麼說 當我接觸到 他裡面的 所謂最高的法門 西藏大的宗派有四個宗派 每一個的所謂最高法門都不同 譬如舉例 龍馬派還是龍馬派紅教 薩家派是薩家派 薩家派是花教 割舉派是白教 然後最後是甚麼派 革魯派是黃教 四派的最高境界都不同 因為這四派都是不同時期 不同師傅 從印度裡面又不同人帶進來 所以他修行 因為你知佛教從2500年前佛陀降生之後 一直到他差不多公園 八世紀七世紀傳入的西藏 他中間又由於時間和不同人提張關係 所以他中間又有些細節不同 例如舉例 大家經常聽大手印大手印 多謝金融 大手印金融是歪曲的 他變成一種武功一掌打死你 其實不是的 大手印是一種修行的方式 大手印是一種鮮定的 沒錯 是坐在這裏 不是沒有一掌打出去的 手印是甚麼 就指這些東西來的 大手印就是白教 白教的一個很高的修行方式 在洪教寧馬派就叫大圓滿 在薩家派 我修行的薩家派就是道果 另外在教老派就有拿諾六法 如是等等 接著有不同的金剛修法 聽起來很複雜 很像頭暈 不要 你熟佛教是不複雜的 因為佛教本身 你中國顯宗有不同的法門 有些是觀音法門 有些是阿彌陀法門 但是我想告訴你 直到我接觸到 在我修行最高的法門之前 我都不明白 一定要明白 但是去到我接觸到 即是我接觸到那個 所謂最高的法門的時候 我才覺得我剛剛才答日 我明明學了十幾年佛 十幾二十年 但是我一接觸到那個 所謂最高的 叫做無上儒家密報的法門的時候 我才覺得現在才是第一日 即是等於順治皇帝 抱到董岳飛的兒子的時候 明明是第四個兒子 他就說 阿朕終於得到第一子了 就是這個感覺 支持那些 根本是未入樓的 原來 原來 為何脈中可以即身成佛呢 為何會這麼快呢 他裡面很多竅門 在一個實修那裡 是不傳開去 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真的要去到你 時間適合 你才會遇到 這個也是跟做儒家外明的 譬如今時今日 找你來爭笑一下好不好 你不介意 如果 要阿譚博 做一個叫做 拱橋 不行 我身體不夠柔軟 第一不夠柔軟 第二就是 不夠力了 可能 你明白嗎 因為腰部都很有力的 要頂多自己上去 夠力就行 頂多自己肚腩上去 頂多自己肚腩上去 頂都沒問題 因為以前我也是運動員 你說幾十年前就算了 好嗎 但是 你說現在這樣 你老了 筋骨 沒有理由去打 真的 扭到點 舉例 香港做打體鐵 失驚無神叫你做蠍子式 很難 蠍子式就是手 按著地上 倒立 而腳 是放在頭頂上 人是這樣 勾回來 好像蠍子 這樣 你想想 不是我不想做 是我未做到 為什麼 可能我夠柔軟 但是 我不夠力 我手臂 我幫頭不夠力 手力不夠 我也要練 各方面的配合 簡單來說 你學佛都是這樣 你一方面 要洗清自己的業障 業障 就是你以前做的壞事 不是今生 很多生世做的壞事 這些壞事 是會令到你病 死 窮 處處不順利 想做什麼做不到什麼 想要什麼要不到什麼 這樣 有很多這樣的障礙 你要洗清這些障礙 同一時間 你要積聚經驗 即我們稱為資量 資量是不止經驗的 包括就是說 你要身體健康 你要有足夠的錢 給自己生活 你想去朝聖 你要去到的 你買到機票才行 還有 你不朝聖都沒問題的 你要有這個智慧去明白 你這樣的智慧 可以明白 都是資量 我見到很多人 收佛學 收了三四十年的豬頭 很多的 這些就是業障礙 業障礙就是剛才所說的第一種 其實我覺得佛學最大 最重要的是哪些東西 你有沒有注意 特別是中國也好 外國也好 很多是不識字的 因為文字本身是最大的障礙 你有沒有注意到 所知障礙 所以佛學最厲害的這件事 你發覺很多 你很明顯已經誤導那些信徒 不一定是出家人的 居士 在家居士都有的 他其實全部都不識字 就是因為他不識字 所以他才能夠一心不亂 命心見性 這件事就是佛教 和其他宗教很不同的地方 佛教講實修 就是無論你多信也好 你要付諸實行 因為佛教並不是你收就行 譬如禪定是需要累積的 你今天坐五分鐘不停地想事 明天坐五分鐘 你可能有四分五十九秒在想事 你有一秒的定已經差很遠了 因為需要時間的累積 而且剛才那個漫長的過程 一直是洗冊葉障 葉障越來越少 你就越來越能夠明白 而且越來越順利 學佛的路順利 同時你也要有資料 否則就是羅漢托空撥 其實佛教最大 你一定要看到自己的真心在哪裏 如果你的心就像大圓鏡一樣 你之所以看不通 因為鏡子沾染了很多葉障 蓋住了 你要怎樣擦這塊鏡面 去反映出你的真心 你的真我 或者你的無常出來 說真話 這個是要修行的 他不是說成功創造這件事出來 然後你怎樣抹回你自己 他不是說成功創造的 外面任何事都不重要 而是你怎樣能夠反撲歸真 你回復你自己的本來面貌 當你回復到 我上一集也有講過 你將你的綠色 眼耳鼻舌身耳 全部shut down 你向內觀的時候 你一路觀越入越入 一路望其實是甚麼都沒有 空空如也 所以為何色不宜空空不宜色 其實所有現象的本質都是空性的 但這件事就是當你每天都在翻空 先說明明 空不等於沒有 是 我們下一集再見 明星期三決戰中環11點 拜拜